嗨,大家好,我是阿凯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看怎麼樣點你第一盞開LAM的企劃燈 首先你可以看到桌面上現在有很多東西 這個都是點企劃燈一個必備的物品 首先有一條濕的毛巾 打火機 滅我氣 車用的就可以在各大拍賣 應該都可以找到 要買乾粉的喔 油類要用乾粉沒有去 酒精 預熱甲 要買95% 70%它的熱質不夠 沒有辦法煮夠預的 沒有 中油的沒有 在這邊主要會講說要使用中油沒有的原因 是因為一些空眼皮的問題 因為對於新手來講 沒有是一個相對安全的一個有種 如果萬一不小心發生什麼意外的時候 沒有比較不會造成一個散感的一些狀況 OK,我們現在要點企劃燈喔 我們要先做一些簡單的一些基本檢查 看一下 怎麼檢查你的氣化燈正不正常 這一篇喔 那 我們現在先假設你的氣化燈是已經檢查過的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第一個步驟喔 首先我們把打氣棒給轉開 把煤油加進去 把煤油加進去 今天準備的這個煤油大概600CC左右 慢慢的倒 這長嘴油可以在五金行都可以找到 小杯百貨 或者是到蝦米找找看 都找得到 好 這時候我們現在打氣棒啊 先放上去就好 先不要鎖 我們這邊要介紹給大家的是一種叫做 無壓預熱的一個點燈的方法 無壓預熱 大家顧名思義就是 無壓沒有壓力的預熱方法 所以我們這邊先不要把它塑緊 讓它保持跟外面的大氣壓力是一致的 所以叫做無壓預熱法 OK 那把控油法給轉開 逆時針轉喔 逆時針轉開 好 順時針是關 逆時針是打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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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酒精 這我們事先已經把預熱夾包在酒精裡面 我們把它轉開 預熱夾 把多餘的酒精 就可以讓它流掉 那預熱夾 我們把它推進去 油管 推進去 OK 打火機 給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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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不知道大家看得到酒精的狀況嗎 你怕燈光太亮 酒精就可能不是很明顯 那時候因為那個冷氣剛好吹到 我們把它往上推一點 讓它風比較不會吹到 預熱時間差不多兩分鐘左右 以我來說我會是把剛剛預熱夾 我們先套在這裡面 它的量都已經是固定的喔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觀察它酒精燒出來火焰的高度 你看現在火焰的高度它大概可以到跟燃燒期一樣高 這個時候算是燃燒比較旺盛的一個時候 火焰等到那等一下火焰的長度會慢慢變短 那時候就差不多是兩分鐘 我們就預熱的標準完成就可以開始加壓 OK 我們現在再等待一下 之前我常常說啊 玩企劃燈點燈 就像對待你的另一半一樣 溫柔的慢慢的啟動它 等一下你會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OK 我們現在先把打擊棒 稍微弦緊來 做一個準備的動作 也有朋友喜歡用預熱杯喔 那預熱杯它有好處也有缺點喔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預熱夾 那預熱夾上面也有那個預熱棉 它可以吸酒精 它可以讓少量的酒精 但是它的燃燒時間可以變長 那你看現在我們的火焰已經開始漸漸的變短 就表示大概酒精已經燒了差不多了 就是要輕輕的加壓加個塞一下 應該應該可以聽到啵啵啵啵的聲音 啵啵啵啵 OK 四缸的可以加一些壓力 鼸舞 為了 目前為止 雲 顿 一般要加壓到什麼時候呢 以我自己個人的感想 就是當你打氣到一定的階段之後 發現燈水如果再更亮了 再多打個四下 應該就差不多就是它的工作壓力 再打了更多 它也不一定亮亮 打了也沒有用 只是浪費多一點有料味 那我現在的樣度就剛才來講 怎麼打都沒有講明顯比賽 我們現在就打了四下 ok 那這樣就好了 那浴熱甲取一下之後 要小心它上面可能還有火焰 因為酒精跟火焰是蠻不明顯的 所以不會來安全之間 亂還是都會來酒精用火焰吸 可以洗 OK 那 直接看一下 OK 好 好 好 我們就可以把 浴熱甲取進去 因為要做這個動作啊 所以你要很確定 火焰是不是已經被洗面了 好 如果沒有洗面 你這樣丟進去這個 可能會冒 酒精就會冒 好 所以這樣要注意一下 ok 我們現在把燈光比較暗一點 這樣就可以更感受到有氣化的魅力 要怎麼去把它洗面啊 很多新手會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會有一個氣化的觀念 就是把這個旋鈕關閉 那我想這個也不能怪惡心手啊 因為這會反而就看起來很像是不太乱 所以會這樣自然去聯想 是不是這樣正常的事情 但是通常沒有的氣化症喔 我們現在先去談去自由或者是其他系統 那沒有的氣化症通常都是用泄壓 來做吸根的狀態 那怎麼泄壓呢 通常你手奔很會很快的布 那為什麼要用布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等一下泄壓還是說 沒有氣氛可以噴出來 那噴出來的話 如果你周奔剛好有很多任何的事情 有食物在旁邊的話 那這樣是太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用這個布 把他蓋裡 硬他的一樣分的時候 可以倒出東西 然後我們把它中開 好 這樣壓力慢慢卸開 放進去就好了 OK 我們現在先把燈調亮來 很多新手會常會犯一個 也不能講說犯一個錯誤啊 是說為了一個習慣 就是把這個轉開來之後啊 又順手的 又把它鎖緊 這邊不建議你這麼做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整個 你可以摸摸看 現在油管 可能還有一些餘溫 這個餘溫會慢慢的傳導到油污裡面 所以這個油污的溫度會慢慢的上升 那上升的話就會產生一個壓力的變化 那壓力的變化啊 所以油又會從這個油管上也會生出來 所以等到你明天露營起床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 怎麼桌上一潭油 這就是把它鎖起來的一個壞處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還是把它放開來 放置整個鬆開的狀態就好 那如果你是在露營的話 那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放棍就不要理它了 就等到明天早上 我們起床的時候 再來整理一下 接下來怎麼把凳收起來呢 我們首先就是要確認這整個 燃燒的部分 它已經是沒有溫度了 那起初可以用這樣子來感覺一下 還有餘溫在這邊 然後碰觸一下 輕輕碰觸一下 確認它真的是冷卻的 那如果油湖裡面還有油啊 你要回去的地方又比較遠的話 我會建議你把油湖裡面 也給你倒出來 那當然如果你只是一個 去參加燈具啊 就可能失去十幾分鐘的一個路程的話 可能就這個動作就可能不需要 或者是你可能是有要上山或下山 那種氣壓變化比較大的話 我會建議你 要把那個裡面的燃料給倒出來 好 這樣也是避免就到時候 在車上會有沒有意味的產生 OK 那我們現在就把裡面的沒有給倒出來 好 首先就準備一個這個 長水油湖 一樣 好 拿下來 那燃燒器這個路關可以拿下來的話 那這個頭就可能弦在這邊就可能會掉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好 把油會稍微滴出來 稍微擦一下 拿氣放鎖回去 把這個裝回去 這樣就給人家一心的下山 不用怕說沒有味 在下山的時候就放出來 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那如果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私信跟我說 我會在我能力範圍之內 在拍更多影片 跟大家了解一下企劃的一些原理 跟問題 好的 點燈就是這麼簡單 不需要太多的一些麻煩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靜靜的 開始享受 點燈帶來的氣氛的美好 謝謝大家